好的 但您看遠景騎著巡邏車 在鳳山發現一名男子騎車 沒有戴安全帽 那一查才發現 他是逃亡半年的炸氣通氣犯 而他原本只是以為開庭 未到被通氣 後來是才知道自己 已經要入監獄執行 那現場是急著跟警方說 我要回家看阿嬤啦 高雄地檢署3月發布的 炸氣通氣犯 隨即將行上號逮捕 而這名通氣犯被逮捕後呢 是一直跟警方哀求 讓他回家看阿嬤 因為阿嬤從小照顧他 而這次3年6個月的刑期 恐怕沒辦法讓他那麼快回家 警方也通知阿嬤到派出所 讓他們做入獄前的告別 並將這名通氣犯移送歸案